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欣 歡迎收看這個階段的醫學大哉問 我們一樣邀請到我們的吳正吉 吳院長 院長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的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要講什麼樣的 症狀的Q&A呢 我相信如果說在比較 中南部或是以前 應該這樣講好了 大概在那個 七五六五六年級啊 六七年級應該都還有聽過 人家說蠟燒吃蠟燒肥 以前小時候也是這樣 孩子洗胎 現在都要消毒啊 再丟在地 吊在地上不能吃 以前沒有 以前我們小時候因為 生活結局 吃東西都很困難 吊在地上也快點撿起來吃 這樣是不是蠟燒吃蠟燒肥 所以今天呢 院長特別要 針對這個蠟燒吃蠟燒肥 在醫學上是怎麼樣 看待這個問題呢 院長 我們講到這個蠟燒肥 蠟燒肥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肥胖 那肥胖一個人會肥胖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在 遺傳基因上面就決定了你會胖不會胖 所以父母侵入都是胖的 有的人就不容易胖 遺傳基因會決定 所以回胖有回胖的基因 何況 基因會決定你身體的荷爾蒙 決定你的代謝 這個就又影響你的回胖 的因素 那所以 蠟燒肥就指的說有些人 他先練體質就是容易胖 所以你穿蠟燒吃 穿蠟燒肥 有人說肅空氣也會胖 喝水也會胖 其實當然啦 假如從 營養學的觀點來講 你吃水跟吃 吃空氣也不可能胖 還是一定有熱量進到體內才會胖起來 會長肉 不管長肥肉長瘦肉 才會胖 那所以 蠟燒肥 主要是一個經體威 有時候是自我調侃 因為以前的時候 我們食物缺乏嘛 所以食物缺乏的不可能像現在講究這麼衛生 所以 東西放到 臭生也捨不得丟 所以也拿來吃 那掉到地上漲了 起來就最強的 阿子剛發霉也是把他抠抠的 也是吃 所以這樣 自我安慰就是說蠟燒吃蠟燒肥 只要不要吃了 急性中毒的話 他還是一個營養 因為 老鼠蟑螂他吃了你剩下的那些發霉的東西 他一樣長大 他也沒生病 所以蠟燒吃蠟燒肥也有一點道理 那個時代上當然以現在的話 現在大家 公共衛生還有個人衛生的觀念比較發達 所以 如果食物汙染了 為了避免 食物中毒為了避免生病 所以 食物汙染了真的是 寧可丟棄不要吃 是的 那我們現在都要講究食品安全衛生 才不會 因為 吃東西來治病 就是 蠟燒肥也蠟燒肥也有時代的意義 那我們 當作茶餘飯後 消遣一下 以前我都有一個想法 蠟燒吃蠟燒肥是不是 雖然這樣吃下去 但是 身體會產生那種抗體 他就不容易生病 以前我都把它用成這樣的一個解釋 在鄉下的時候 這裡也有一點道理因為 現在的小孩子呢 衛生條件太好了 就沒有接受挑戰 適應能力變差 我們在路上看到很多 遊民或者我們說乞丐吧 翻垃圾桶吃人家丟 丟棄的食物吃 我看他也不太會生病嘛對不對 那你普通的小孩子當寶貝 樣樣都 講求安全衛生養求食品營養 好不容易癢癢 癢了稍微有一點點不小心 就腸胃炎也來了 對對對 什麼病都來了 腸胃炎可能你上班東西掉下去 快撞起來吃 導致腸胃炎 所以沒有 就像 之前院長講的沒有那種治癒力的那個能力就變差了 你的適應能力變差了 因為人終究也是一個動物嘛 不管 任何生物 植物餃動物餃都會適應他的環境 是 那所以 太過講究 的時候就 可能讓你 適應能力變差 是 那適應能力變差的話呢反而更容易治病 我們以前也講過一個 名詞叫做微樣迷增 對對對 有時候得一點小病啊其實是對自己是一種 自我身體的挑戰 自我的一個挑戰 對對對 那我們常常說我們身體疲勞倦怠的時候啊 或者有點痠痛疲勞的時候 刮痧乖一刮會好 那刮痧 真的有 那麼大的治療效果嗎沒有 它其實是一個刺激 對身體的一個 這個癒合系統 就身體的治癒系統 的一個刺激 那刺激以後呢會 引導你的這個身體的治癒系統 去動作一下 這個是一種挑戰 好像把他開啟這個 讓你治癒系統的 喚醒你的這個 的這個鑰匙 對對對 喚醒你的這個 自我權力 自我療癒的一個 機制這樣子 所以 小型的刺激對自己是好的 就像我們現在假如說 怕 怕 發生戰爭的時候沒有能力 沒有國防抵禦的能力 我們就要 要經常做什麼空襲警報 對 演習 這演習就是 等於 提升你的這個 準備能力 戰鬥力 對戰鬥力 好的 所以維養彌症小毛病 一點點不要太過計較 太過 不用太緊張 太緊張了 對對對 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 其實沒有那麼 嚴重的 好的 垃圾吃垃圾皮 大家知道這個意思了嗎 由我們的吳正吉吳院長來跟大家做這個醫學上的解釋 你們都了解了嗎 我們 歡迎觀眾朋友呢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疑問啊 都可以在我們的下方做留言 再由我們的院長來跟大家做分析以及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呢 請跟我們訂閱分享以及按讚喔 我們下回見 謝謝院長 謝謝